自古以来,道家丹经经历汗牛冲动,不得其真觉,看似十分复杂,得其真觉者则又十分简单,故有一言半句妙通学合用丹经千万篇之探。 练习单功必须有阶段性,每个阶段各有各的要求,作为此一阶段的功夫标志,如果搞乱了,变成了一笔糊涂账,打通周天也很难。 练习单功,无论是为了养生健康、长寿,还是有他求,都是有益的。 今天我们先来讲讲第二阶段,练经化气。 在空闲时间,端坐在椅子上,两腿垂地,两手放在膝盖上,把双眼张开,向前平视,把目光凝视于两眼之前的正中处,目珠尽量保持不动,摄取阳光补我元气。 待杂念基本肃清,兴生安太后,感觉眼珠发胀,好像有气冲实时,即可慢慢地收回目光。 闭眼,内饰两眉中间,阻翘穴。 内饰一会儿,稍觉内气充盈,再将意念轻轻地引向下行,落入旗下腹中。 内饰腹中一个虚空境地,要朗彻气光,朗则神清,朗则气爽,就不至于轰尘。 如同天空,浮云遮蔽时,太阳照射大地一样,宁神也应如是,这叫宁神于气穴,下丹田,也叫兴盛香焦。 朗诏力在进宫中,具有夺天地造化的巨大作用,是炼宫的总书。 故,英福经说,鸡在云木,如失去朗诏力,神迹踏迟,杂念丛生,星光不能聚于气海,虽日作数次,也无好处。 初学练功的人,每次练作凝神气入十五分钟,即目光意念均凝于气穴,则呼吸之气亦自然归于气穴,神意与气三加合在一处, 形成了熙熙归根,就不从鼻孔呼吸了,能做到如实练功,练习日久,能做一小时,腹中受目光照射,自身暖气,如如欲动,融融自学。 这是晋急生动,微阳萌生,什么是微阳呢?就是腹中精水,受目光续照后化成的小气团,如同太阳蒸晒海水,化成勇气一样。 发现微阳萌生景象以后,仍要坚持内视,他的活动会越来越大,仍以目光续照洞畜,这是初步功夫积累内气的要角, 比如室内香烟一缕,若火不绝,其烟渐渐充满时钟,而积累内气也应如是,开始腹中气动微小,渐渐通达四肢百骸,皮肤壮如虫形,只要加紧练功,定能达到气足神冲,红声舒畅,真是三十六功都是冲了, 等到发现眼前有光闪,四肢温暖,周身四醉,耳机有风的景象,这是炼到内气旺盛已极,自然有气冲过围吕,上升脑中,热停一会儿,从两枚中间降入口中,化成精液,也入旗下腹中,如同空中涌气化成水珠,降入地下,自容万物一样, 这炼精化气,属小周天,这时候,内气呼吸是一生一降,七夕归更,即呼吸离不开丹田其更,丹经上说,内气呼吸是用无火炼精化气的功夫,因为从此神气相报,气为风,神为火,风吹火旺,不能够炼精化气,希望这一段能够帮助到大家,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